好 冷月遊戲甜甜開心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您再次收看冷月的遊戲頻道 沒有錯 今天我們來玩 Call of Chores 也就是我們的COC熱血殺戮啦 那為什麼冷月比較晚拍片呢 因為冷月其實花了比較多時間在玩這個遊戲 但是我必須要說他其實 我自己覺得啦 論整體的那個遊戲表現 就是他的那個美術風格 以及他一些系統之類的 我覺得是輸按壓一點的 但是這個遊戲我覺得他算是一個 以正式服來說啦 他算是一個玩起來非常爽的遊戲 就講白了他的福利量是可以堪比私服的 那如果願意課金當然自然是東西更多 那如果是無課玩家 我覺得也會有一定的遊戲體驗這樣子 那當然啦 因為他整體的遊戲表現就比較 中規中矩 沒有到說令人驚艷 所以我覺得 今天不管你想要當課長玩還是無課玩 我覺得就是憑你自己的個人選擇就好了 他並不會說什麼好玩到說值得推薦 或者說難玩到說完全不見一刻這樣子 這是一款中規中矩的RPG 好那麼一樣進入遊戲啊 那一樣先給大家介紹一下這遊戲的職業 這遊戲主要四大職業 阿倫因為自己試玩領主騎士啊 那我自己覺得 呃 領主啊都沒有到太強啊 欸這遊戲一樣有一個問題 就如果到後期你要搶怪刷怪的話 你會發現手短角色還是吃虧啊 就因為他的 某些熱門地圖的怪量還是會需要強的 所以我會必須要說還是玩手長的好一點吧 那所謂的領主騎 就比較類似於近戰體系的戰士 那因為他每個直接都有兩個部分的分層 就有兩個轉子屬性 所以基本上每個轉子屬性都各有各自的我們的效果在 像是元素領主他就比較偏向所謂的 輔助戰士 而領主騎士則是比較偏向所謂的 兩隻領主都有一定的輔助性在啦 我們就老實說 一者是比較偏向 坦型的戰士 像是我們的領主騎士偏坦型的戰士 而元素領主則是比較偏輔助型的戰士 因為他會有較多輔助隊友的一個效果在 刺客一樣分兩者啊 一者是偵察兵 偵察兵是什麼 遠程的一個輸出啊 類似遊俠射手的概念 潛行者 就是我們所謂的近戰暴擊類型的刺客 騎士就類似坦克的概念 他就是坦克喔 他跟戰士都不一樣 角鬥士 沒錯 角鬥士就類似於我們的 狂戰士的概念啊 因為通常近身坦克都會分兩個部位嘛 我們剛才前面看到領主部分是分 防禦 防禦戰士跟輔助戰士 那角鬥士就類似於狂戰士的概念 十字軍就是坦克 他就是踢啊 主踢的概念 然後再來巫師部分一樣分兩個 高階巫師跟術士 所謂的高階巫師 就是所謂的法師啊 輸出型法師 而我們的術士 講反了 術士是輸出型法師 巫師是輔助型法師 講反了 還有剛才看人家技能發現不對啊 那高階巫師其實我覺得他的一個定位啦 因為他主要是技能成傷減少 跟近程遠程的傷害減少 那類似會有點像是我們的 坦型領主的概念 只是他的輔助性在更高 然後坦度降低這樣 那術士就是所謂的輸出法師啦 那這遊戲一個蠻大的缺點是 他的所有的職業的一個性別都鎖定好了 刺客跟巫師就是女生 領主跟騎士就是男生 那這會造成某些人想要玩 妹子領主啊 或玩妹子騎士就沒辦法玩了 或是說我想要玩很帥的男刺客 或很帥的男巫師 就沒機會了這樣子 好再來我們進入遊戲給大家看一下遊戲的內容吧 那因為他當初套稱是淚天堂嘛 那我必須要說啦 他的整體的福利確實是很強 那一樣是要抽變身的 那變身部分他家的紙片真的是爛大街啊 就是他因為給的福利實在太多了 然後我奉勸大家如果你要玩這款遊戲 務必上巴哈找一下他的所有禮包碼 禮包碼有用跟沒用差太多了 光那260抽的變身捲 那個差距有夠大 我一開始是在用什麼 一開始是在用 這一隻啊四星的這隻紅辯 那問題是我光260抽的那個 捲抽下去之後呢 就變紫一星的紫辯了 所以我必須要說他的影響 就是那個禮包碼的影響真的非常大 絕對不要像冷月說什麼為了 試試看挑戰看看不用禮包碼來玩這遊戲 就去硬玩這樣子 我玩的前三天都超痛苦的 那前三天因為沒有紫辯 然後你看人手一堆紫辯 然後想說哇靠這禮包碼送這麼多嗎 後來之後我想說不管我要試試看不用禮包碼來玩 撐了三天之後還是撐不下去了 因為禮包碼跟沒禮包碼的戰力實在差太多了 你PVP什麼完全打不過啊 好那再來我們給大家展示一下這遊戲的一個 抽卡部分吧 因為這遊戲的券很多 他有這個券喔 我有辦法湊到這個券啊 我來看我的收藏佔令下一個什麼 下一個寵物券要下下個才行 那任務的部分有沒有辦法再抽一張券出來我看一下 不行欸 然後再就卡48等了 所以我們直接去搞收藏 他的收藏可以獲得那個券啊 就那個抽抽獎券 所以我們現在搞收藏 來我們看一下我們要什麼收藏沒搞 喔綠色裝備先來打這個功好了 通過擊標怪物獲得 皮蒂克 立刻移動 飛啊 飛過來之後我們就可以直接開始來刷皮蒂克啦 那這遊戲的掉寶率我覺得還是比較OK一點的啦 就至少不會像那個什麼 按壓那樣子 把他掉寶率鎖到跟鬼一樣啊 那這遊戲的掉寶率我覺得還是比較OK一點的 覺得他沒有相對的那麼困難這樣 只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刷武器感覺特別難掉啊 應該說當我想刷收藏他總是特別難出現 來我們看一下會不會掉啊 噴個弓吧 喔 蜜藥 我要弓啦 我不是要蜜藥啊 然後這遊戲有個很大的缺點啦 就他雖然有AOE技能 但他的AOE技能很容易掃到其他玩家 所以我自己原本我的技能組是走 特性點來就從這邊看 原本我的技能組我的二技能 就勇猛打擊部分我是走範圍傷害的 但後來之後我發現 哇靠 會打到人啊 所以我就把它改成 暈眩效果了 然後這遊戲的特性點我覺得蠻重要的啦 尤其這遊戲又沒有所謂的MP回復 他的MP回復呢只能透過自然回復的部分 所以這個力量魔力的部分我覺得就很重要了 然後再來就是要靠寵物啊 但寵物的抽獎券他的禮包碼沒送 所以寵物部分就只能靠自己慢慢乾慢慢農這樣子 然後呢 這遊戲的藥水 我到現在還在用初階藥水啊 所以要設置部分可以看到 不是 這邊才對 因為他其實是有二階藥水存在的 但不知道二階藥水在哪裡買 暫時我還沒有遇到他 所以我也不確定說他應該怎麼獲得 那以初階藥水來說我只能說 非常的 捂得非常少啊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其實我才刷短短的一兩分鐘 就噴了幾件裝備了 所以這遊戲的掉寶率還是非常不錯的 好 我們可以 來準備解了 所以 來吧 我們的抽獎券又來了 好 就來展示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遊戲的一個抽獎介面吧 我把動畫關掉 那我覺得以抽獎來說做的還算OK啦 那也希望拍影片嘛 歐洲一下來個紙辯吧 他出紙辯的機率還算高啊 只是我都抽不太到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哇 沒有紙辯 藍辯跟紅辯 出紙辯了 靠腰 他的紙辯的顏色跟藍辯真的超級像 完全分不出來啊 可是紙辯的紙法師耶 我沒有用 然後紙辯的部分 當然啊 不建議當堆肥啊 然後再來你每出一次紙辯 他就會送你這個五星券 那五星券一張一千五 等於說你其實只要是課長 你在升星方面都升得非常的快 完全沒有任何的擔憂啊 然後在升星部分 我是不建議吃到所謂的原生子的 像他現在這隻可以升星嗎 我看一下 啊他吃他自己OK 然後這個 喔可以 沒有吃到所謂的原生子 對沒有吃到所謂的原生子 那就OK 那就進化吧 來個六星法師帥氣 那我們就可以來那個了 靈魂的部分來改一下順序 我們的六星法師把他往上移啊 然後呢我們的 聶墨西斯的往下掉 然後我們就來看一下因為我們 靠腰 這樣改之後技能會改變 我們就要把技能再稍微調一下 來看一下法師的技能是什麼 天天的魔氣 靠腰 那裏 給木壓造成自身攻擊1-33%的傷害 並且在五秒內減少魔法防禦 對於我來說沒什麼用啊 因為我們是打物理傷害的 但是也沒辦法啦 畢竟他六星的 數值加的比較高 他六星的數值部分加的比較高 所以我們就只能 一樣先這樣先放著 雖然他的技能不給力 但至少加減 然後再來收藏 OK 好那最後我們來用PVP做一個結尾好了 因為抽卡大家也看過了 我們就來看看PVP的部分 可以製作了什麼東西 終極皮革 然後這邊的鑽石我必須要說 他送的非常的大方 只要你有報警所謂的 鑽石團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BOSS的部分 他都會掉所謂的鑽石袋 鑽石袋是很容易出所謂的 一萬鑽五萬鑽十萬五十萬那種鑽石的 這遊戲的鑽石算好拿的 但是他鑽石的效用 我覺得也很有限 鑽石部分 這部分 主要就是買寵物召喚券十抽 這部分他是 可以買四個階段的 折扣會越來越少 然後再來就所謂的移動捲軸 所以我不知道這跟一萬移動捲差哪裡 我完全看不出來 然後再來就這個 奧茲里克的庇護 就是所謂的避免PVP的效果 再來就是那個遊戲幣 然後所謂的MP回復藥水 就是在這邊買的 他會直接回滿全罐的MP藥 以及我們的中階體驗在這裡 他會回的比較多 那這大概就是這個遊戲的一個鑽石的主要的玩法 那好 我們最後就來稍微的打一下我們的PVP吧 11萬多打8萬多的OK啦 輕鬆愉快 來呀 那這遊戲的PVP 玩什麼技術 我們就自動讓他打就好了 我最喜歡打脆皮了 領主有一定的坦度又有一定的輸出 但缺點在於他的輸出跟坦度都不是要特別優秀的 所以變成說我一定要專打脆皮 我的輸出才能夠體現出來 我試過兩隻領主互噴 戰力差大概一萬吧 兩隻領主互噴互砍 砍到最後我發現 我砍不死他他砍不死我 我對他造成的傷害比較多 但我沒辦法把他打死 就勢必會讓他殘血活著這樣子 所以後來之後我會盡量挑刺客 或是法師來打這樣子 像這個就不好了 那這個就OK啦 我們來試一下好了 如果戰力小小越戰個幾千打不打得贏 打攻守我們看打不打贏 畢竟對方好歹是脆皮啊 先階段我方處於劣勢啊 因為前面被他先用遠程削了一波血 我方現在目前處於一個 些微的優勢 等一下就看誰的大招可以放出第二波了 那一樣為了保持公平啊 我們都不手動 就讓他自動打 來啦目前我們還是佔據些微的優勢 來了這優勢已經急速下降 那只要最後再開出一個大門完蛋了 OK 以9%血量殘血獲勝 時間也快過了 但是剛才那個對局 如果是遇到領主或遇到坦克的話 我們就輸掉了 因為絕對打不死對方啊 完全摩不贏啊 好那這大家稍微看一下這個遊戲的一些基礎內容 一樣啦公會部分我覺得他的玩法其實少很多我覺得 OK 好那我們今天這支影片就到這邊準備結束囉 那喜歡我的影片記得點讚訂閱加分享 有任何想跟冷月說的 歡迎下方留言 跟我TalkTalk 我一定會一一回覆你的 冷月遊戲天天開心 就讓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囉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by bwd6